我們再次在非常強調的位置 加中國電訊設備製造商華為 Race to 5G是一個競爭 美國必須贏 我們不能讓其他國家 在這個未來的強力商務部 美國商務部隨後就以從事 違反美國國安或外國政策利益活動為由 將華為和旗下70千公司 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 並將在150天內制定相關審查規則 禁令生效後 美國企業不但不能用華為設備 華為想取得任何美國科技也得先審查 據例來說 華為手機使用安卓系統 見時除非Google取得商務部批准 否則不得販售安卓系統給華為 這下華為真的是貨進不去也出不來 發不了大財了 國家安全概念不應該被濫用 不應該成為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 我們有信心有能力 抵禁任何外來的風險和挑戰 重要企業被美國重擊 中國急得護航 華為也強硬回應 美國這麼做不會更安全 還會在5G建設上落後他國 而且侵犯華為法律權益 分析則指出 美國大動作打華為 顯示貿易談判觸交後 美國對抗中國的手段越來越激進 對雙方貿易戰火有火上加油的味道 國際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聽說現在點開蘋果會看不到新聞 我就不信 真的沒有耶怎麼辦 加入考評語會員 只要用臉書或是Google賬號 就能一鍵註冊 也可以用電話或E-mail註冊 限時免費 快來註冊蘋果新聞網 我們來註冊